一说起草堂 大家可能首先想到了杜甫 唐宿宗前缘三年春 老杜在成都西郊换花溪的草堂落成 而实际上唐朝还有一个人盖的草堂 比老杜更早也更出名 就是开元年间拒绝唐宣宗征聘奉旨隐居嵩山的卢宏 在卢宏和杜甫之后 从白居易的卢山草堂 到明末清出王夫之的湘西草堂 历代文人都将草堂 视为一处恪受独立自由的精神家园 台北故宫所藏这卷 草堂实质图虽然为后人所磨 却是中国美术史上将草堂入画的开卷之作 该卷描绘了包括草堂在内的实处景色 在小绪之外 每景象间配上卢宏的实质诗 访于世南 楚隋良 颜真卿 柳公权 朱家书体 五代时期后汉天福十二年七月 被称作杨疯子的书法大师杨宁氏 在画卷后留下的这篇拔文 是他如今存世最为可信的真迹 日后的黄庭坚在苏氏寒石帖后 评价苏氏书封时写道 此书兼阎鲁鲁公杨少师李希台笔 是使东坡复位之未必及此 他日东坡获见此书 因笑我于无佛处成尊也 意思是苏氏的书法 承袭了颜真卿 杨宁氏和北宋李建宗的笔意 而杨宁氏被视为由唐入宋一大枢纽 也因此这卷草堂实质图 不仅于传说中王维的网川图一样 判成隐意山水化的重要母本 更是具有极高的书法价值 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也藏有一卷草堂实质 其画面构图空书 景物比例也相对缩小 山石轮廓 谢爪枝亚的画法 传承了送出李承郭希的技法 因此有研究者认为 该卷为南宋和金人所绘 从其布局和景观来看 与台北故宫版本并同出一远 到了明代 江南文坛领袖文征明 留下过一片草堂实质小卡 字迹清秀 阿诺多姿 被后人视作学习楷书的典范 在北京故宫 还藏有清初画家王云奇所绘的卢洪草堂实质图策页 他依据卢洪诗意 仿宋元朱家笔进行了再次创新 作为康熙年间以画供奉内庭的王云奇 曾数度想告老还乡 但康熙帝毕竟不是唐玄宗 一直将他留在身边 从这十页画册 我们似乎读出了他追目前嫌 渴望草堂之隐的无奈心境 在告别卢洪和他的草堂后 接下来我们将去看看圣堂时 两位最为耀眼的明星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 在诗作之外 他们本人有没有书记传世 历大的艺术家 又为他们留下过哪些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